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今天是星期日的早上11點多 朱仔今早去了剪頭髮 所以遲了一點回來 趁著錶迷未到 就介紹今天第一隻G-Shot 這隻是第三代Mudman 泥王 是一隻新款 這隻第三代Mudman 泥王 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整隻錶配備了三重感應的設計 有一個感應器材 那是哪三重感應呢? 分別是可以測指南針 即是我們測的方向 第二樣是溫度計 溫度氣壓計 第三樣是高度計 這三個感應器材同時配備了在手錶 也是Mudman的設計 比較強悍一些 它的設計 沿著這三個按鍵 分別是三重感應的傳輸 可以顯示分別是高度氣壓 高度 溫度氣壓 以及指南針方向 數碼指南針方向 透過這三個按鍵 而這三個按鍵的設計 方便排出 防止泥土或灰塵 進入手錶的結構 亦有防水兩百米的造作 而這三個按鍵 都分別用了金屬外殼 保護著這個按鍵 而這三個按鍵 就是這個位置 亦有一個泵霸 保護著它 中間六點位置 按鍵 你會看到它很有型 就是一個燈 按鍵 是的 燈 這個按鍵 這個按鍵 還配備了一個很清晰的 這個 液晶體顯示 黑底白字 亦用了大的數目字 所以很清晰 可以看到 星期幾 幾多號 十二分秒 在版面上 亦有寫著按鍵 我今天介紹這隻顏色的配搭 就是一隻灰色配搭橙色 橙色 比較有型 如果有用過第一代第二代物名的錶迷 就知道了它是多麼強悍的內容 整隻錶都比較輕巧 雖然看它好像一個這麼強悍的設計 一個大直徑 整隻錶只是81克 我們一起量一下這個 是否81克的物名 好了 真的 81.8克 整隻錶很輕身的 好了 G-Shot 就出了最近期這隻新款 我們先看看功能 我們先試試玩一下 燈鍵 剛才在中間 看過 看見這麼光不寬 也好 都很清晰看到那個燈 燈鍵 而那個燈鍵 你看過按鍵也很有型 也有金屬邊框保護按鍵 好了 錶殼就是用了灰色配橙色 也是做了一個強悍的泵把 护著玻璃 抗物玻璃錶面 甚至乎 护著了整個錶殼 這隻錶就用了樹枝的標殼 叫做生物基樹枝 我看到它用這個新名詞 也是用了碳核心防護的結構 所以就是內衝擊的 也是做了200米防水 這隻錶是光動能的 充滿電可以正常情況下 走六個月 但它有省電模式 它厲害的省電模式 就是我今天看過的規格 原來它在省電的情況下 它就會黑了屏 當見光的時候 它自動感應就會 開啟顯示屏 還原你自動設定的時區 如果在省電模式的情況下 可以走廿六個月 一般都是18個月 可以走廿六個月 另外我們看看這三個感應感應器 首先我們按指南針 數碼指南針 你看到它一邊移動 看到那個角度就一邊轉變了 一個數碼的羅盆指南針 然後我們試試出它 好 第二個 溫度計 溫度計 氣壓計 溫度計 和高度計 對不起 高度計 溫度計 就是負十度 到正六十度 可以最多測量 現在要比較熱一點 因為剛剛回來 還沒開冷氣 三十二度多 然後這個是高度計 高度計 好 我最喜歡一個按鈕 就可以進入功能 鍵 不需要按很多按鈕 才能進入 好了 我們按一下 左下它寫 模式 按一下模式 按一下模式 第一個版面 第一個版面 就是時間的模式 我們叫做主版面 然後是時分秒 星期幾多號 和幾多秒 再按一下 這個很棒 雖然我沒有行山的經驗 比較淺 豬仔大部分時間都投放在公司 但有日落日出 幾好 例如23號幾點 日落幾點 幾點日出幾點日落 24號 甚至乎25號 按按鈕 當然你要調整你的時區 現在我還沒設定 要設定香港時區 然後 這個就是高度計的紀錄 如果你有測量高度計的話 它有紀錄 也有stopwatch 計時 信計時 計時馬標 攤馬 到計時 你只可以設定 1分鐘 10分鐘 甚至乎1小時 到計時都可以 好了 接著 鬧鐘 有5個鬧鐘 加1個時間鬧鐘 也是很方便 你看到 其實第2個鬧鐘 第3個鬧鐘 按住左上角 就是寫著 調整 可以調校時間 好 再去 就是一個well time 一個GMT時間 其實可以做到兩地市區時間 下面這個 是一個local time 香港時間 上面可以調校一個 UTC 可以調校第二個時區時間 甚至是倫敦 那樣 你看到它走馬燈寫去倫敦 那樣 一邊按時區 它就會跳 看到 按右下角 這個 在這個well time mode 就可以調校不同世界的時區 甚至乎我們有親朋戚友 比如在外國 我們都可以同時間看到兩地時間 例如Bangkok 可以看到Bangkok time 甚至乎Logo time 香港時間 可以去旅行的時候 也很方便 同一個版面 都看完兩地市區時間 好了 這個是一個電波接收 這個標有電波接收 可以接收電波 香港沒有電波發射站 不過有電波apps 都可以幫到你 好了 再去第1個版面 好了 就是12分秒 星期 多少號 中間是燈鍵 剛才說了 中間這個是燈鍵 好 好了 錶帶方面 也是連接著 耳朵位 做了橙色 然後也是灰色的錶帶 做了平腳 錶帶 我試一下拉近鏡頭 先焦點一下 我喜歡用這些錶帶 即是有些凹凸紋在面上 摸起來 比較厚身的錶帶 摸起來的質感也不同 而且這些內容 較為刮花了也沒有太過眼 對比這隻G-Shot的錶帶 我自己覺得它刮花了很外眼 做了光身的錶帶 這個 我又覺得質感比較好 好了 看看錶扣油環 錶扣上面也有G-Shot的標誌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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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第三代來的 寫著Made in Thailand 泰國製造的 泰國製造的 也是一個Mutman的 始祖的標誌 都是這樣的 Stinger Steel Black Carbon 即是碳核心的防護 也有二十個巴的防水 好了 反過來正面 整隻錶很有型 如果喜歡戶外外 喜歡Sporty Feel 這隻標誌就說 我覺得很適合你 好了 它全自動日歷至到2099年 世界時區時間 基本上 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按著左上降 Adjust Hold住 Z 他說 City現在是香港 例如我想搞其他City Bangkok 按一下Adjust 其實已經可以了 已經可以了 已經搞定了 非常方便 好了 去回香港 例如Z 然後我們找回香港 去回香港 按 OK 搞定了 我自己覺得很方便 也都是入指南針 很方便 好 也可以看9月24日 或者看這個 一直按左上降 不是這次的按 新地 24日 好了 嘗試戴上給大家看 還有看直徑 我們一起來 80幾個gram 究竟它的尺寸 尺寸 大尺寸 52.7mm 寫 直徑 我量一下是米 我量出來是50 厚度是14.8 我量出來是14.2 那裏寫的 那裏寫是56 我量出來是56 我量出來是60 我量到這個橙色 這個邊邊的位置 好了 試試戴上給大家看 一隻大直徑的手錶 大直徑的 喜歡型格的 這隻Mudman 是不錯的選擇 它的建議零售價 在我戴的時候 告訴大家 香港官網建議零售價 是3280 3280 橙色配灰色 很銳色的顏色 G-Shot 都是大隻 強悍一些 一向的設計 而這隻Mudman 就更加知道 好了 因為叫得上泥黃 一定有這麼想 好了 豬仔推介 五七折 五七五八折 多少錢呢 就是 大家心想算得到 3280 好了 豬仔推介 1898 1898 除3 280 對 五七折 非常之超值的價錢 外面大概賣兩千多元 聽標迷說 之前的價錢還沒下落 一出的時候 豬仔就沒有推介給大家 所以現在的價錢開始順暢 我推介給大家 豬仔推介 1898 1898 1898 除3 280 對 1898 對 五七折 五八折 喜歡這隻標迷 豬仔有三隻現貨 可以 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可以在標題搜尋 如果喜歡型格的手錶的你就不要錯過了 還有你想買內用的耐用的光動能電波 什麼名是不錯的選擇 好了,豬仔推介1898 我們下集見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下次豬仔再有筍錶出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希望你喜歡這隻什麼名